跳水名将靠成人平台赚取外快 不负众望再夺奥运奖牌 这几天的热门话题除了奥运 当然还是奥运啦 我们看了很多夺牌运动员 他们风光获得奖励 但是他们的背后辛酸 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 这位是29岁的跳水名将 叫做Jet Raffer 他和拍档Anthony Harting 刚刚在巴黎奥运三米双人跳台上 夺得铜牌 引起了许多人的喝彩 不过你能想象吗 这位刚刚在巴黎奥运会 夺得铜牌的跳水名将 在他赢得奖牌之前 是在成人平台上赚取收益 来维持生计的 你更加想不到的是 他可是在父亲的建议下 和教练的同意下开设账号的 那事情是这样的 在英国很多跳水运动员 都有利用成人平台赚取外快 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 还有筹集训练以及比赛的费用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 同时也为了奥运孤怒 所以他就踏进了成人社交平台 大胆裸露 出卖点摄像 赚点外快 不过Jack的父亲也说了 儿子开设的这个账号 并没有什么危险内容 就连阿嬷都可以看 这件事情也引发了 很多当地人对运动员的收入 产生质疑 也有很多人不解 为什么运动员的收入 不能支撑他们参赛的费用呢 英国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 运动员的收入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